J叔這些字多不多認識的人 以我的水平是沒有資格教人 你知我做的事情是很粗糙的 不過有些新入坑的小朋友 大叔叫做盡力 說得多多少 讓他們有個方向 不用爬那麼多遠網路 上集那支龍騎生存槍 剛剛有時間開了 編殼不編殼 這裏一口螺絲 電鍍鍵分出來 一提一下 前面教過用橙水抹 記得電鍍位千萬不要 凡是電鍍呢 最好頂多給一些 少許濕的毛巾 甚至最好用乾的軟質的擁抱 這樣抹花了 至乎 一塊膠件 裡面 便可以看到 扭著喇叭 電線 熟口熟面 這裏插了USB的底板 之前看的 本來是想做的 不可惜今天眼睛不爭氣 我現在右邊的眼睛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鏡頭上我擺錯位置 大家有沒有見過 將將將將將 看過了 黑色的就是這個chips 就是這麼多東西 咦? 像是這個大衣 我現在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在鏡頭上自己移動 我不知道 闊一點 但這顆的呢 是薄很多 直接插進去就一定不適合 這方面你絕對放心 雖然 某間公司的設計是蠻麻煩的 但這些位置絕對不會是雙倍的 可以轉換 之前要改一些位置 所以看不懂的設計底板會不同 有些會變大塊的 很大塊 插進一些DXXM的 很大塊的底板 其實將塊變大了 其實也是一顆chips 到時候設計會如何處理 自己想好 現在見到這樣 這裡會變大了 其實跟USB一樣 原則上 這裡 剛才看過 應該是黏一塊 膠片去頂死 放在這裡 直接變大了 原理上就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看得不清楚 不厚 先說一下小鐵門 這裡 死定 我看不到 真的 全都蒙了 你看到兩邊 因為之前有朋友 正在一陣子發現 糟糕了 所以這裡解釋一下小鐵門 有一個小方法 是怎樣 不要脫掉石頭 利用一條線 盡量在這邊 出鏡子 這邊 刮掉這邊 在這些位置切 到時候要切這條線 這位也是 原生這條線 如果是沒事的 不要移動它 因為這些底板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是否刮掉鏡子 看不到 好 因為上面這層 你的銀色這層 其實是一個金屬薄膜 現在的新技術 這塊膜是越造越薄的 就能量輕一點 減成本 但是問題就來了 工廠生產後 那個機器一啵 搞定 到你出來 想要刮這些 一刮 所以這些板 很多時候越新的板 就不能刮 再刮接是很困難的 尤其我們老眼分花 更加沒有亂來 如果你不小心 跌爛的手提板 看看底板 是不能刮的 是人手刮接不到 現在你可以出的 這樣猜測 簡單一點 切開這邊 線薄線 這樣就不用拉底板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這邊 小心一點 不要弄掉它 就可以簡單一點 改 至於這個 今天能否改到呢 不知道 我現在還是 右邊的黑面 看不到東西 還有 膠片 工具 利益生物 我的工具 只有這麼多 就沒有了 桌面都見了 沒有任何其他工具 就盡人試 看看這支 改到多少 可以 其他小朋友 如果你們是 太小 就不要自己亂拆 上面換它 安全條是四座 至於你長大 那些想要拆來玩 那就一步一步來 希望將來見到你們的作品 好 拜拜